堅尼地城是殖民時期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 曾經是港島最西面的隱世角落 隨著港鐵通車逐漸被人發掘 無時無刻都看到人在拍照 就算今天天氣不是那麼好 其實沿路還有很多特色的餐廳 咖啡店和酒吧 而這個堂樓、洋樓等隆隆的舊區 今天也穿襲著不少新式的高樓住宅 今集我們就在這個新舊交替的社區 看一棟新舊共用的樓 銅髮大樓 銅髮大樓就位於堅尼地城新海旁街 其實這個地理位置是不錯的 因為前面已經沒有樓 可以享有一望無際的海景 而低層也會看到在馬路兩旁的樹景 其實這一棟樓早在1963年就已經落成了 換言之有成61年的樓齡 但在外面看就一點都不覺得 看起來還是很新淨 白摔摔 原來在大約20年前 這棟轉角堂樓就被本港地產代理公司 Habitat Property的創辦人Victoria Allen等人看中 覺得它的獨特位置和原角外場的設計很特別 加上屬於小建的八層高堂樓 於是就在2005年開始收購 再運了一間澳洲設計公司 由外到內全面翻身 前前後後花了差不多十年時間 成本亦已過千萬人計算 可能是投放太多心力 所以在2014年員工之後 他們都沒有按原定計劃出售物業 而是變為出租單位 直至四年後才將傳統大廈出售 小傳金額達到大約3億 雖然換了業主 但同法大樓仍然維持著將單位奉租的模式 雖然呂呂呂案我都大執行過 但看到外形都還在 戶位都還看到 另外在細節位上 例如正門、對上、同法大樓這四個字 都是由以前保留下來的 另外都維持用途 下面是店鋪 現在是一間意大利餐廳 而上面是住宅 這次我們就找了代理Tania 帶我們進去看看 大樓的設計和外面一樣 都是從黑白色為主 只有少量的裝修 非常簡潔 為何他們都保留原本的設計 周圍都看到很多唐樓開始 拆了Developer 建立一個很高的新建築 其實唐樓拆了就沒有 他們看到這個建築都很特別 你覺得外面的窗是斜上去的 他們覺得這個建築很有potential 就買了來之後 refurbish整個建築 你看到這裡有樓梯 但其實我們的Developer 都覺得有一部八層樓 是有部電梯很有需要的 現代人都不太喜歡走樓梯 所以他都特意加了部電梯 都適合我們到市人的lifestyle 那我們上去看看吧 好啊 今次參觀的租本 就正正在最高的一層 售面積1143呎 屬於兩房開櫃間隔 另外會有一條內置樓梯上天台 這次我們就先不說他月租多少錢 讓大家一路看一路猜一下 好 我們來到八樓這個單位 其實和佛大廈這裡全部都是一批一批房 我們可以進這裏看看吧 是 首先我們先看看主人房吧 我猜大約100呎左右 你看到房裡已經有建築層 所以儲存的空間也很足夠 其實我只是買一張床進來就OK了 是啊 沒錯 不過好坦白說 其實我一進來那一刻 是沒有留意到房間有多大 因為窗實在是太震撼了 看到了整個海景 陽光是非常之好 是啊 all day long 都是這麼好陽光的 但這邊應該是向北 這裡是向北 沒錯 你看到這裡看出去 我們看到一個安全周大橋 其實這棟樓在未改造之前 都有一排過的窗 不過就有很多隻小窗組成 看出去就會好像是擋住那樣 所以在翻身的時候 設計公司就換成這些長型大窗 希望可以隔闊上景角度 我看到窗是伸延到在吐廁裏面 是啊 那你可以在吐廁裏面 吐廁不是很大 只是做到技缸 但都有齊了基本配置 鏡櫃和毛巾架都有 設計都用心的 看到洗澡那邊的窗是做磨砂玻璃 保障私人之餘 又可以透露陽光進來 但如果擔心外面看到的話 都可以落回唐簾 我就覺得真的欠過浴缸 聽Tanny說 銅髮大樓原本是一梯兩火 主人房這一邊 本身就是其中一個單位 但因為發展商覺得銅髮大樓有潛質 改造為空間感充足的紐約式公寓 所以就將它變成一層一房 合共八個單位 下次都同樣安排在這一邊 它就再小一點 同樣是奇缸 雖然就不是望海 不過因為有兩隻窗 所以都不會說很暗 也有利通風 不過可能始終已經發生了10年 怎麼都會有些生活痕跡 打通了兩個單位 變相多出了一條長走廊 所以設計師就在這裡做了一個洗衣間 可以將所有洗衣服的用品 燙山板燙豆都放在這裡 平日不用的時候 關門就像一個普通的收納櫃一樣 其實這條走廊都頗闊 佈置下應該會不錯 第二個房間就在這裡 你看到第二個房間其實都很空間 大部份可能在這裡住 之前的租客就拿這個來做書房 可能放梳化床去有客人 有客人可以在這裡睡到可以 明白 這裡同樣負設了衣櫃 不過就賣很大 如果是做睡房的話 可能就賣很夠用 都要再加多個櫃 不過這邊就不是網海 對 這裡就有一個建築 沒有主人房的那樣 相對之下 這隻窗就小很多了 所以就算外面是全樓景 也都不至於很影響觀感 不過採光就差一點了 可能部分也因為這個原因 房門都特別做了一道大堂門 打開之後就可以把客廳的光線採進來 因為這個客飯廳真的有很多窗 近乎270度看著外面的景色 光線自然都非常充足 跟主人房一樣 都是以前已經這樣設計的 現在只是換過了窗 嘩好漂亮 對 其實你看到這裡的海景 就是沒得頂 這裡還要斜斜的 對 其實這個建築有一個特色 就是下面去到五樓左右 窗都是平的 上來再上一點 就斜了上來 其實設計的位置 保存建築的特色 所以他就把窗 有一個customized的窗 令到有一個斜的curve 還有景 開大一點 景就可以看得更好 其實這個單位 應該比樓下景小一點 沒錯 樓下的單位有1300呎 這個就是1100呎 看到這裡是可以看到主人房 是否就是 因為你本身說這裡是一梯兩火 對 這邊是一個單位 以前的單位大概 可能五六八呎左右 由於現在變成一個 全開放式的 客飯廳連廚房空間 加上這麼多大窗 都增加了通透感 所以空間感非常充足 也正正因為這樣 令到原本舊樓有大量 橫樑和儲位的缺點 都沒有按牙位和外眼 還間接分隔不同區域 因為租盤不包家具 大家都唯有想像一下 家具的擺位 又或者參考一下 網上佈置了的照片 當然這個就比較簡單 可以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不過有這麼多玻璃窗 都不一定只有好的一面 例如私隱度就會差一點 始終有部分窗 會看著對面的大廈 還有當陽光很晚熱的時候 身內就會熱一點 這些都可以靠下窗簾解決 不過既然多張是其中一個賣點 租之前就要自行衡量了 但為何那裡會有門在 因為香港的舊樓 尤其是都需要 有一個防火走火門 走火通道的門 所以這裡有一個後樓梯的門 明白明白 我們可以去看看廚房 好 我們去看看廚房 你見到廚房本身 已經有很多櫃櫃 有焗爐 所以很適合喜歡煮食的人 我們開來看看 這個首先是一個雙門雪櫃 旁邊這裏就會是櫃 可以放不少東西在裏面 這邊就會有一些層架 可以放一些煲煲餐餐 調味料在裏面 下面還有一個酒櫃 過來這邊就是煮食的位置 會有箱頭電磁爐 下面是焗爐 因為橫跨了整個客飯廳的闊度 所以避餐和上下的收納空間都有很多 這裏也很特別的 利用了柱位來分架開升盤 我覺得蠻好的 它分了兩邊 所以變相洗衣的時候 都不會彈到下去 不過升盤就小了一點 我們最後上天台了 樓梯在大門旁 全棟樓就只有這個單位可以去到 這個天台有大概850呎左右 這些傢伙都包了 這些傢伙都包了 對 這些傢伙都包了 那裏簡直有BBQ爐 對 BBQ爐 洗手盤 所以都很適合有朋友過來派對 還有一個超級美的海景 對 因為剛好後面是比較矮的唐樓 所以身處在天台 都未至於有被高樓大廈近距離包圍的感覺 都算舒服 單位就看完了 大家又覺得月租是多少呢 答案是95000元 位上來赤租大概83.1元 包差在地租和管理費 坦白說 這口價不算便宜 不過也很難和附近的大廈比較 因為在這條街 和旅行的唐樓近乎沒有 而其他洋樓 或者樓齡比較年輕的大廈和屋苑 都甚少提供過千尺的單位 也沒有那麼大的天台 所以月租也不會太高 而較為接近同發大樓翻新年期 樓齡大約24年的高逸華軒為例 集合我們28house的網站 向海的租本 叫租由27000元起 隻租就由大概46元至64元不等 同發大樓高最多三成 看到在同發大樓旁 大概51年的五福大廈 都有租本 將兩個單位合二為一 變成過千尺的三房單位 連平台叫租大概63000元 隻租大概60元 同發大樓高近三成九 但兩個租本的層數不同 五福大廈的就是圍住極低層 但如果提回同發大樓另外三個租盤 都是十六面值1264呎的兩房單位 他們的租租就是7萬元至8萬元 赤租大概是55元至63元 其實又貼近附近一大的租盤叫價 這棟樓有否比較吸引哪一類型的人 其實這棟樓都吸引不同類型的人 大部份都是expect的 雙人或者singles 這個單位 對上一個租客其實是一個 Retire了的雙人 因為他們的小朋友都比較大 所以已經不需要一間很大的屋 但他們想要一個community 所以他們就選擇了這個單位 除了剛才你說的方便 有沒有說海景也是他們最吸引他們租的地方 對 因為真的找不到其他單位是這樣的 其實在港島來說 過千呎的話 通常都是家庭的房間 有三個房間 四個房間 家公人房間 整個房間一起住 其實單位只有兩個房間 而且兩個房間比較大一點 其實是供應 不是一個家庭的房間 就是一個房間的租客住 本身都可能有些同類型 都可能有這麼spacious的單位 其實可能是本身那個業主 自己renovate了給自己住 可能單位就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就一定不會有這個海景 可能上去本身一定是看到有樓 樓和海景 但就不會是這麼up close Tania又說 自從堅尼地城站在2014年通車之後 這裏出入方便了很多 多了很多特色餐廳和店鋪進駐 都感覺不到不少外籍人士 簡直在這裏住 其實上環、中環和西營盤 其實很多hills 都比較想上來來 都不太方便 但他們是否租舊樓多些 很多新來的expert 都會比較喜歡有會所的單位 但他們很多時候都發覺 租完一個租約之後 其實我只用了一、兩次搬進來才用 之後都沒辦法做過 還有你有會所的單位 你會支付一個premium 去有會所 還有單位可能會比較小 他們過了一個租約之後 他們都會選擇一些唐樓 或者洋樓 因為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租金也會比較低一點 其實在很久之前 我在附近逛的時候 已經看到這棟樓 當時都猜到這棟是同舊樓 不過比較特別 它就是外表比較新淨一些 其實那時候都有搜尋一下 這裡月租多少 因為看著這麼漂亮的海景 當然看到就是不便宜 所以之後都沒有再追蹤過 今次有機會可以進來裡面看 裡面的佈局 跟我們平常看的屋可能是差不多的 不過這裡的窗的數量 以至海景的確是非常震撼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海 也很喜歡陽光 如果我住在這裡的話 應該會更多時間留在家裡 雖然今次這個單位 價錢對於一般市民來說 可能未必會考慮 但有這樣的空間和景色 你們又覺得吸不吸引呢? 也可以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血 至於附近的交通配套 我們之前雲都的影片也有拍過 大家都可以去看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和Share 訂閱 按這裡 按這裡 按這裡